今天我們一齊再見證這個貨車 來運貨來香港 是標誌著中央在援港 抗疫的力度是全面的 也都是力度很大 速度很快 所以我在這裡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和市民 對於中央今次援港的全面性 是表示衷心的感謝 也都是在這裡和全港市民說 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 去保障到市民日常的食品 私活貨品和日用品的供應 所以請市民不要誤信這些謠傳 出現了一些恐慌 或者去搶購這些日用品 這些日用品無論是透過水路、陸路或者鐵路 都會是圓圓不絕地來到香港 當然日後和物流業 或者是貨物的供應商要商討 究竟哪一類的貨品是用火車是最好的 因為它的量畢竟不是很大 其他貨品可以繼續透過陸路和水路來香港 保障香港的貨物供應是有利於我們的抗疫工作 因為在抗疫的過程裡面 最擔心就是市民有恐慌 特區政府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在抗疫的每一個環節的工作 也都會發放準確的訊息 但是畢竟有時在網上、社交媒體 會有很多傳聞、很多的錄音 就是散播一些謠言 所以在這段時間 全港市民都要保持警覺 也都是要以一個最平靜的心態 來去應對這個疫情